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这个时候 你就别再想这些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警察一定会盯得很紧的 张震创作作品 我想马上就见到你 你现在就逃我家来行吗 不行 明天 明天行吗 不行 后天呢 不行 张震讲故事 就见一面 算是我最后一个要求 还不行吗 欢迎收听由张震创作并讲述的 长篇小说《失控》 声音表演《小静》 群声呈现 张震讲故事工作室 第二十集 蒋思叶和谢兰夫妇决定 设宴邀众人一句 大家欣然赴约 在饭店的门口 周宇楼刚好碰上了黄大声 宇楼 大声 你来了 大声 幸福盖乐 谢谢 得管你叫弟妹了吧 寒暄了几句之后 黄大声拉过周宇楼 笑嘻嘻地问他 累坏了吧 手机都揽得开了 这话可着实让周宇楼心里一惊 然后他才意识到 黄大声说的是那一事 他随即做出了一脸无奈 是啊 快四十的人了 一天四五次 真受不了 黄大声哈哈大笑 周宇楼故作严肃 真的 你不信 去翻翻我们家垃圾桶 安全套比鸡蛋壳多 那鸡蛋壳是多少 周宇楼认真地想了想 伸出三个手指头 鸡蛋壳 四打 黄大声狂笑 老友的说笑 让周宇楼重温了往日的快乐 可谁承想 一吃上饭 情况就完全变了 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似的 饭桌上的话题几乎就没离开过富安饭店的命案 黄大声仿佛变成了刑警队长 而众人全都是法制版的记者 好久 大声 我偷偷问你啊 那个事凶手抓着了吗 对啊 怎么会死在那儿了呢 那个人结婚了吗 他妻子是干什么的 是仇杀情杀 还是为了钱的 真是的 当天服务员都干嘛去了 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是认识的人干的吗 大声 你还采访过不少这样的事吧 干嘛我们说说 大声 要我说 那天 各位各位各位 是这样 听我说 我呢 也仅仅就是一个晚报的小记者 在案情彻底弄明 人哪 永远对同类的毁灭 充满兴趣 周雨楼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 而之所以还没爆炸 是因为黄大声言语之间 透露出来的信息 给了他些许安慰 案件至今还没什么进展 而且警方丝毫都没把怀疑的矛头 指向那个可怜的寡妇 那天晚上 周雨楼的噩梦又没断过 在同一个时间 当周雨楼在饭桌上 忍受着富安饭店命案的话题的煎熬的时候 她的另一位网友 海柔也不好过 骄子王 我是你喜欢的女孩吗 运气这东西有时候就像老板 给你点好处 然后一定让你吃大亏 这段时间 自从洗劫了矮胖男人三万块钱之后 白小夕和赵夺一路倒霉 矮胖大劫之后 他们第一次出手就空手而归 那家伙是个穷鬼 哎呀 哼 真他妈穷啊 赵夺看见 他家里除了一台电脑 一个破写字台 和一张床之外 什么都没有 几件脏不垃圾的衣服 堆在墙角的地上 下面垫着一张报纸 旁边有一个纸壳箱子 赵夺把箱子打开 看见里头是一勺的三鲜衣面 还剩下不到半箱 这都是什么 穷鬼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口粮 又看赵夺 你拿走吧 但是能不能给我留下两袋 不要佐料包都行 我今天是真没吃饭的 住嘴 赵夺大怒 去翻写字台的抽屉 都什么破烂 你翻吧 翻出来东西都归你 你要是能拿 就算看得起我 我告诉你啊 别装孙子 给我拿钱来 要不然惊动邻居 你没法做人 你喊吧 你来的时候也不是没看见 这楼里除了这屋 还有人吗 都搬走了 下个月这破楼就扒了 就我这么一个窝囊费 到现在还没找着地方搬家呢 少废话 赶紧探钱平事 要不然把你扭送到派出所 告诉警察你强奖良家妇女 穷鬼发出一声轻笑 别去了 去了也是你们吃亏 你们这招叫仙人跳 到了派出所 我都出来了 你们还在里面关着呢 你他妈哪那么多废话 信不信我打死你 来 穷鬼给赵夺跪下了 你打吧 我早就想狠狠抽死你一顿了 我他妈是个作家 可是除了在网上聊天的时候能耐之外 平时依据正经人话也撬不出来 我都写了七本教授了 七本啊 都他妈是长篇 没一家出版神药 那帮孙子编辑还劝我改行 我他妈招他们了 我求求你 我死你打我吧 把我打死了 我就省得休这份罪了 赵夺乐乐 还真有这样的人 赵夺说我不相信你一分钱也没有 赶紧的 我银行卡拿出来 你他妈瞎呀 但凡我卡了也是有点钱 我早不就买一块六的方便面了吗 算了算了 真是的 来来来给你 最后白小夕实在看不过去 给穷鬼扔下了五十块钱 鼓励他别自暴自弃 然后拉着赵夺走了 谢谢 第二次更惨 对方是一个散打队员 那家伙在QQ里聊的时候 根本没提过自己的职业 赵夺和白小夕是勉强逃走的 没回家 直接去了医院 白小夕没受什么伤 赵夺见血了 大夫说 大夫说 倒是不用缝针 但是得连续上一周的药 怎么这么不小心呐 这一跤跌得可真够狠的 大夫对赵夺说 第三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白小夕和那个男人进屋的时候 赵夺才猛然想起来 那人是他的初中同学 难怪大老远地瞧了半天 一直觉得哪儿不对劲呢 赵夺赶紧给白小夕打手机 哎呀你就赶紧自个儿出来吧 我是肯定不能进去了 我同学 你说我怎么怎么下手啊 哎呀你说你有艾滋病 突然良心发现了 有了散打队员的教训 白小夕和赵夺开始在物色猎物的时候 被加小心 于是第四次 他们瞄上了一个老头 一位老教授 六十三岁 女儿陪老伴到日本旅游去了 家里就他一个人 一切都非常顺利 赵夺进屋的时候 老头都哆嗦了 求求你们 千万别胜着 我可以给钱 我出多少都没问题 我给 给 给 啊 怎么回事 老头说着说着就不行了 躺在地上 抽搐 冒墨子 翻白眼 赵夺和白小夕都慌了 还是白小夕眼尖 有药 一眼就看见了电脑显示器旁边的药 他奔过去 倒出几片塞到老头嘴里 赵夺学着电视里介绍的样子把老头放平 脑袋垫高 使劲用大拇指抠老头的人中 都抠出血了 过了一会儿 老头喘了一口大气 醒了 年轻人 谢谢你们 救了我 钱 在卧室的衣柜里 你们自己拿 你们 那个大爷 我们走了 还拿个屁呀 大爷 我们走了 你可一定一定要保重啊 赵夺和白小夕夺门而出 都已经回到家 躺到床上了 赵夺还在不住的哆嗦 白小夕说 你怎么那么废物啊 平时的胆子哪儿去了 赵夺说 废话 一条人命差点死在我手里 我能不害怕吗 赵夺告诉白小夕 我不怕挨打 也不怕打人 但是我怕死人呢 得了 你也别哭了 眼睛跟烂桃似的 这 就是一段时间以来 白小夕和赵夺的 全部行动经过 有些经历 他们的那些同行 就是故意碰都碰不上 他们不故意的 全碰上了 但是最惊险的 还是今天下午发生的这件事 今天下午 白小夕到 幻幻美容美发会馆去理发 白小夕一直长发飘飘 这一回 她决定大胆改变造型 以短发示人 一则清新亮眼 二则凉快舒适 第三 她觉得最近太倒霉了 也许换个发型 会重新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 换换美容美发会馆 在深江市赫赫有名 但价格可不便宜 正常理个发也要五十块钱 一般的学生 是不大来得起这样的地方的 但是白小夕来得起 不但来得起 她还是这儿的会员 上个月 白小夕花五百块钱 办了一张换换会员美发卡 从此每次消费 都可以享受七折优惠 短发的效果很成功 一位有点娘娘腔的广东师傅操刀 简消病用 手法纯属 半个小时之后 一个干练帅气的白小夕 悦然尽忠 白小夕很满意 她交了钱 一边跟美发师傅道谢 一边走出了幻幻的大门 完全没注意到 一个迎面走来的小个子 正跟她擦肩而过 矮胖男人 矮胖男人 自从上次遭遇了白小夕之后 就再没敢上网望寻风流 转为专业嫖娼 男人想 还是这个保险 花点小钱 不赔大份 她不是深江人 自己在这做建材生意 老婆孩子都没过来 所以百无聊赖 是经常的状态 矮胖男人 恨死白小夕了 她知道那个把戏叫仙人跳 那天晚上她就知道 但是没办法 她胆小 赵朵当时太凶了 她只能认 男人今天是慕名 到换换美容美发会馆来 刚进门 就觉得眼睛发热 她仔细琢磨其中的原因 猛的一拍脑门 刚才从身边走出去的那个 那个短发的小娘们 不是 不是她吗 老天 老天终于睁眼了 这可是冤家路窄 小样 剪了头 我照样认识你 男人呼的转过身 刷的拽开门 蹭的窜了出去 不远处 白小溪刚买了个雪糕 一边吃一边往前走 矮胖男人悄悄地在后面跟着 保持一定距离 不动声色 发誓要端了小娼妇的老巢 可是没一会儿 矮胖男人就看见 白小溪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男人本来也想叫辆车跟着 但是又怕跟丢 得嘞 矮胖男人通常不会用这个速度奔跑 但是他奔跑了 用的就是这个速度 当出租车的车门 在白小溪眼前打开的时候 男人粗壮的手指 猛地攥住了他嫩偶般的胳膊 站住 白小溪大惊 雪糕失手 吊在了男人的皮鞋上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坏了 白小溪想 怎么偏偏遇到了他 白小溪当然记得这副面孔 上帝作证 看在三万块钱的份上 白小溪到死也忘不了那张脸 白小溪想向出租车司机求助 可是车早就跑没影了 在电光石火的瞬间 白小溪迅速做出判断 跑是肯定跑不了的 求饶更行不通 那等于不打自招 于是 只能 你干什么 你放开松起来了 小溪宝 装什么装 你不是 我的钱呢 给我拿出来 你放开我 来人了 小溪宝 白小溪狂喊着 男人死不放手 来人 喊着喊着 白小溪猛地甩起一只手 向男人的脸上 扇了过去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 只是一次选择 时空 当你看我看我看我看